3月26日消息,今天早上5点多,陈赫晒出一张戴着帽子的自拍照,帽子上写着天才二字,他的脸则被帽子挡住,他还写道,撕完,收工,大家辛苦了。 一次刚刚从跑男的录制现场收工,不少网友似乎还对他的离婚风波没有释怀。 伴随着跑男宣布陈赫继续加盟,网友们对于陈赫的评价一直是两极分化,在评论里吐槽道,付出就付出吧,别失水了。 更有网友仍未停止对陈赫进行讽刺,人要脸猪要皮。 1月21日,传出陈赫与妻子离婚的消息,另有爆料称,小三是与其两次合作的女星张子轩。 随后陈赫微博发文承认离婚,并公开认错,是我没有维护好这个家,否认出轨。 但不少网友却对陈赫的离婚道歉表示质疑。 近半年陈赫寄出舒适爱老婆,夫妻二人,又同上镇秀节目, 这与陈赫自报所说的,难受了三天,离婚近半年,完全不服。 这些前后矛盾不得不让网友产生质疑。